人与人在相处的过程中本就是相互的 如果一方一味地付出 而另一方只知道索取 不懂得付出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及时止损 周大姐在婆家无条件地付出 每次婆家聚会都是她掌勺 回馈她的永远都是残羹圣范 于是周大姐决定反击 她反击的方法让婆家十五口人印象深刻 不敢再怠慢她 来自周大姐的字数 今年三十六岁的我 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刚好凑成了一个好字 丈夫对我可以说是疼爱有加 我们一家四口生活得非常的幸福快乐 说实在的 虽然现在的我们过得很幸福 但是我和我老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却经历了很多的困难 我老公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市区行政部门上班 有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 实打实的铁饭碗 我是一个农村来的姑娘 在珠宝店做营业员 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我一米七的大高个 白白净净的 两只眼睛炯炯有神 我们两个一见钟情 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我们在一起之后 我发现我老公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男人 为人爽快 热情 对我很好 我深深地被他吸引了 都说想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首先要抓住他的胃 我确实就是这样做的 我很会做饭 所以和我老公确定恋爱关系之后 我隔三差五去他租的房子里 给他做饭吃 后来没过多久 我们两个就同居了 交往一年多之后 我老公带我去见了他父母 第一次和他父母见面 我们就闹得不欢而散 他妈妈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直接说道 你除了长得好看点 没有任何优势 我儿子要工作有工作 要长相有长相 你配不上我儿子 我却你最好早点离开 我老公知道之后 和我婆婆大吵了一架 他告诉婆婆 他这辈子非我不娶 当时我被我老公感动了 为了让我公公婆婆成全我们 我经常买菜去他们家 给我公公婆婆做好吃 他们见我很能干 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再加上我老公 似乎不愿意和我分手 勉强同意了我们在一起 结婚以后我非常的勤快 承担了婆家所有的家务 每次去婆家吃饭 我都会主动地做饭 收拾家务 这些年始终如一日 只要有我在 长勺人永远是我 但是即便我付出了很多 我和老公结婚十几年了 我婆婆依然打心里看不起我 我婆婆最疼爱的儿媳妇 就数老三了 老三媳妇嘴巴特甜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 都能把婆婆红得团团转 其次是老二 老二媳妇娘家有钱有事 我婆婆不敢得罪 唯独我 一个农村来的姑娘 要钱没钱 要钱也没钱 所以这些年 我被我婆婆拿捏得死死的 刚开始为了讨好我婆婆 让她认可我 每次聚会的时候 我都主动掌勺 经常研究菜谱 好展示我的厨艺 每次我做的饭菜 弟弟 弟媳他们都可爱吃了 尤其是我婆婆 对我的厨艺没话说 但是她也只仅仅 对我的厨艺满意 看到一大桌子饭菜 被他们吃干干净净 我心里就美滋滋的 可开心了 由于我做饭非常的好吃 每次聚会 我不管做什么都很受欢迎 征服了所有人的味蕾 所以这些年来 不管大小聚会 都是我掌勺 刚开始我还有点自豪 沾沾自喜 觉得能被他们认可 是一件挺高兴的事情 但是后来我发现 并不是这样的 我每次忙活了一上午 等我去吃饭的时候 全家人已经开吃了 我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只能吃一些残羹剩饭 次数多了 我心里面难免有一些不高兴 觉得不平衡 另外我发现 我婆婆越来越喜欢 我们去她家吃饭 去的次数多了 我和我老公就有点吃不消 因为每次我做饭 买菜啥的都是我老公 没有一个人出一分钱 就连主张聚会的婆婆 也不出钱 我们加四口人 老二加四口人 老三加五口人 加上我公公婆婆 一共十五口人 每次买菜都要好几百块钱 少则三百多则五百不等 我老公工资本来就不高 我每个月就三千多块钱 我公公婆婆特别爱热闹 她很喜欢享受一家人 在一起的欢乐时光 几乎每个星期都让我们回去 有时候我上班忙不想回去 我婆婆就会特地打电话 让我请假回去 我不回去她就生气 说我不孝顺 嫌弃她年龄大 不中用 让我回去看她都不去 没办法 每次我只好硬着头皮请假回去 回去看我婆婆 总得有人下厨做饭做家务吧 公公婆婆年龄大了 根本不愿意下厨房 老二和老三他们两家人 就更不要说了 都等着吃现成的 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厨房 婆婆总是认为我 好拿捏 所以每次下厨的重任 都会落在了我身上 我们只要被婆婆叫回家 刚进家门 我婆婆就会立马安排 我和我老公去厨房 还会提前给我们打电话 让我和我老公提前买好菜 她会告诉我老公 老二家想吃什么菜 老三家想吃什么菜 每次都会提前点菜 让我老公去买 从来没考虑过 我们家经济条件 更没有给过我们一分钱 婆婆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长兄如父 长嫂如母 你们理应照顾他们 吃点亏是正常的 你们要给他们做榜样 只有你们孝顺我了 他们才会孝顺我 每次听到婆婆这样说 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 但是我又不好反驳她 只能默默地接受 说句实在话 刚开始每次吃饭的时候 被他们夸赞 我和我老公还挺享受的 但是时间久了 是我有一点忍不了了 每次聚会我婆婆都让我请假 领导都对我有意见了 再加上每次聚会 都是我们家出钱 我家两个孩子 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 所以我有点不情愿 我老公孝顺 只好一次一次地忽悠我 每次都说这是最后一次 而我当着一大家子人的面 也不好薄了老公的面子 让她难堪 为了她 我不得不对婆家忍气吞声 我不去做饭 一大家子人只会坐在客厅干瞪眼 谁也不愿意去厨房帮忙 前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件 让我非常生气的事情 老二家儿子过生日 婆婆打电话说 老二家儿子过生日 让我们早点去 那天我刚好休息 最近我已经连续加班半个月了 很累 我本来不准备去的 想好好在家休息 但是受不了老公的软磨硬泡 再加上老二的儿子过生日 婆婆都打电话让回去 如果不回去的话 我觉得有点不合适 我不得不又一次妥协 那一天我们有事耽误了 到婆婆家的时候 已经将近十一点快晌午了 我们到那时 老二和老三一家人 依然坐在客厅里玩手机的玩手机 看电视的看电视 聊天的聊天 眼看马上要晌午了 孩子也该饿了 没有一个人去厨房做饭 老二家媳妇看到我之后 直接来了一句 大嫂你今天怎么来那么晚呀 还没有买菜 今天 我儿子过生日 你怎么能这样呢 平时的时候都是你买菜做饭 你今天怎么不买菜做饭 是不是故意的呀 我们这么多人都等着你做饭呢 我听到之后可生气了 反驳道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今天确实有事耽搁了 而且今天是你儿子过生日 不应该你请我们吃饭吗 婆婆听到我们两个的对话之后 她直接来了一句 怎么就应该老二请你吃饭了呀 你这做大伯母的 孩子就喜欢吃你做的饭 他过生日让你做炖饭怎么了 当时我一肚子气没地方撒 我是真的不想做饭了 于是就说到 既然是老二儿子过生日 不如这样 我们去外面饭店吃吧 省心省事 我话音刚落 所有人都反对了起来 婆婆更是直接说道 去外面吃什么呀 外面的饭菜不干净 而且又贵得要死 根本吃不到什么好东西 还不如在家自己动手做 你也珍视得明明知道 全家人都等着你做饭呢 还非得来那么晚 我看你呀 就是故意的 这孩子最喜欢吃你做的鱼香肉丝 红薯拔丝了 一年过一次生日 他怎么高兴怎么来 我决定了 不去饭店吃 你去做饭 紧接着我婆婆让我老公先去菜场买菜 我老公只好屁颠屁颠地去附近菜场买菜 我老公买完菜回来已经将近十二点了 此时的我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 我非常的不想做饭 可是我老公不停地给我识颜色 依然说 老婆 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 你要相信我 听到我老公这样说 我直接说道 你哪次不是说这是最后一次 你说的话我根本就不相信 我老公一个这样的给我道歉 说 对不起老婆 让你受委屈了 你要相信我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 就是最后一次 被逼无奈 我只好去厨房做饭 我和我老公在厨房忙活了大半天 没有一个人愿意下厨帮忙 等我和我老公忙完已经两点三十分了 我们去吃饭的时候 回馈我们的依然是一大桌子的残羹剩饭 甚至我们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 看到这种情况 我老公有一些忍无可忍 他沉默不语 一言不发 默默地走到餐桌 说了一句 这是最后一次 你们好自为之吧 说完他直接带着我和孩子离开了 我没有想到我老公会这样做 而我公公婆婆 弟媳他们都以为我老公也就说说罢了 事后只要婆婆给我他打电话 我老公依然会让我去做饭 可是后来证明他们错了 自从这件事情以后 我们几乎很少去我婆婆家吃饭 每一次婆婆给我老公打电话 我老公都说他工作忙 没时间回去 他能推就退 这不前一段时间 公公66大寿 老公实在是没有办法推了 只好答应回去吃饭 只是在回去的那一天 我老公和我做了一件事情 让所有的人印象深刻 从此再也不敢怠慢我们 那一天我早早地收拾好了东西 准备早一点去婆婆家 毕竟公公过生日嘛 总要早一点过去 这样才合适 我还特地给我公公婆婆一人 买了一件衣服 但是让我想不到的是 我老公却不急不躁 吃完早餐之后 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当时我还以为他有工作要处理 没有去打扰他 毕竟以前只要回我婆婆家 他都是最积极的那个 我想着这一次肯定是他忙 等他忙完了再说 我等啊等 等到了十点半 我见我老公一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 我有些着急了问我老公 我说亲爱的 你忙完了吗 我们什么时候走 现在已经十点半了 再不去马上要到饭点了 只见我老公不慌不忙地说道 不急 还早 我们到饭点的时候再回去 开始我并不明白 老公为什么非得要到饭点的时候再去 后来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于是我和我老公一起坐在沙发上又看了会电视 眼看快要到饭点了 我婆婆也打来了好几个电话 我们这才慢悠悠地开车去我婆婆家 和我们想象中的一样 我们一到那 所有的人都指手画脚说 你们怎么来那么晚 我们都等你们老半天了 这都到饭点也没人做饭 我们都饿着肚子呢 我嫂子的厨艺无人能及 她不下厨 没有人会做饭 做菜 我和我老公不约而同地快速地扫了一眼厨房和饭桌 这才发现家里啥都没买就等着我们呢 只见我老公往沙发上一坐 他直接说道 我上次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买菜做饭 不可能再有下一次了 爸今天过生日 我们当儿子的带他出去吃顿大餐 不过分吧 现在已经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 我们几个难得聚在一起 今天中午我们就去外面吃吧 费用我们三家平摊 我媳妇平时上班也挺累的 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每次都让他给大家做饭 最后我们一大家子十五口人 他给我们当免费的保姆 回去之后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你们一个个的像个大爷似的 吃饱喝足 扔下碗和快 擦擦屁股走人了 留下我老婆一个人收拾 你们不心疼他 我心疼 你们记住他不是我们全家人的保姆 我公共婆婆没有想到我老公会为我出气 见我老公生气了 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于是我婆婆说道 既然老大都说了出去吃饭 费用你们三家平摊 那就按照老大说的办吧 老二和老三媳妇更不敢说什么 因为每次都是他们跑得最快 最后所有的人一致同意出去吃饭 吃完饭之后 我老公拿到了账单 一共消费1900块钱 我老公付了700块钱 剩下的1200块钱 两个小叔子平摊 当老二和老三付钱的时候 老二媳妇和老三媳妇 他们脸色难看死了 他们本来以为我老公会像以前一样 不管花多少钱 都不会让他们平摊 这一次 我老公动真格的了 所以他们有一点生气 看到他们生气 我却很高兴 我老公这么做 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我 另外一方面是为了拒绝他们 相信以后他们再也不敢这么做了 这次教训他们定会印象深刻 我饿了 我饿了 我饿了